肿瘤标志物身高并不可怕 那么但是我们需要警惕两种情况的肿瘤标志物身高 第一种情况就是肿瘤的标志物很高 比如说正常上线是六点几CEA 那么你发现它是十几二十几 那就是非常高 或者Ni11正常 你是十六以下正常 但是你发现它几十 甚至我们见过几百等等 这是第一种 就是非常高 往往意味着有肿瘤 第二个 动态观察它持续升高 今天是十 下个月就是二十 再下个月三十 它持续的往上涨 说明肿瘤负荷比较大 所以这个时候 就要特别小心 那么小心怎么办 还是以影像学的排查为准 有时候体检 没做影像学检查 抽血查了一下 发现肿瘤标志物特别高 往往意味着有问题 讲到这里 我突然想起来 大概在十五年前 零几年的时候 我的一个老同事 也在医院工作 她是做后勤的 然后也是我的邻居 在我楼上住 三十几岁 一个很漂亮的女性 结果体检 CEA非常高 非常高 所以她给我看 我说你赶快去做 胸腹部CT看一下 扫一遍 结果就很不幸 就发现你肺里面 长了一个肿瘤 而且已经出现了转移 所以当发现 这些肿瘤标志物特别高 或者持续高 大家一定要小心 一定要做影像学的检查 去诊断 那么我还碰到过一个 肿瘤标志物很高 而且持续高 连着查了几次 都在不停的高 但是做了胸部检查 腹部检查 都没事 所以脑再高 我是一直觉得有问题 就建议她做一个 全身派特扫描 因为正好也是 五十几岁的中年人 也是患病的高发年龄 所以我建议她做个派特 结果一做 确实胸腹部没长 看不到肿 但是颈部 手骨上淋巴结 都是明显大 所以给她做了活检 证实是陷癌 那么最后我们诊断了 隐秘性的肺癌的淋巴结转移 给她按肺癌来治疗 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所以这就是肿瘤标志物的检查 它不是特别准确 但是碰到两种情况 一定要重视 一定要小心 由崩尿标志物的首计划